1989年8月 一位电视观众联系到了巴黎塔夫博士 请他帮忙去检查一起奇怪的事件 巴黎博士是一位任职于加州大学 生物医学与超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他曾经为政府和执法部门提供过很多相关的思绪 服务的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等多个部门 另外他还曾经参与调查过 上千奇与林叶事件有关的案例 由于其中的一些调查 曾在电视上以节目的形式播出 巴黎的团队还揭穿了很多所谓闹鬼的骗局 所以这位观众才会找到他 请他来帮忙看看这些棘手的事情 发生怪事的地方 位于加州的圣培德洛市 根据这位观众的描述 这里有一位叫做杰基的单身母亲 已经被自己房子里的恶灵折磨了几个月了 因为事情听起来非常严重 也因为一种奇怪的直觉 几天以后 巴黎就带着两个助手来到了现场 在团队以往的调查中 鬼屋是一种最常见的案例 事发的屋子看上去还算整洁 房间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只老猫睡在离房屋很远的位置 房主杰基是一位单亲母亲 从他疲惫的表情来看 整起事件很像是因为压力过大 导致当事人出现了幻听或者幻觉 料沙小组检查了卧室与客厅 又走过了厨房与洗手间 没有找到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手里的电子传感设备 也没有半点的反应 在捷机的带领下 众人最后来到了洗衣间的位置 按照他的说法 这里是闹鬼最严重的地方 洗衣间看上去一切正常 就在巴黎一边询问 一边心想这又是一场闹剧的时候 怪事发生了 欢迎来到三根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起 有摄像记录的零一时间 阁楼里的幽灵 1988年的冬天 因为丈夫的酗酒和家暴 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的结季 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 但是只有三岁的大日子杰米 搬到了遥远的圣培德罗市里居住 自己怀有生育 儿子也需要照顾 他只能挺着肚子 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 勉强地支撑起了生活 刚搬进来几个星期 结季就发现新房子 似乎有些问题 自己在这里经常做梦 总是会在半夜12点醒来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他都会不时地感觉到 有什么人在家里走动 结季有一只养了多年的大猫 这只猫也变得非常奇怪 他经常都会突然地功倍后跳 发出一种极为圣人的叫声 最后甚至再也不敢回到房屋里睡觉 孕期的女性因为心理和生理的变化 很容易出现各种症状 起初的时候 姐姐还安慰自己 这一切都是幻觉 直到在一天的晚上 她又一次在凌晨12点 突然醒了过来 带着一种心慌的感觉 她走向了孩子的床铺 想看看儿子的情况 结果刚打开灯 就看见孩子的床旁 坐着一个苍白的老人 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 正歪着身子盯着他 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幻觉 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被吓得金身大叫的鞋鸡 到处找人求助 但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从这一天起 各种怪事变得越来越多 桌子上的铅笔平白无故地弹肥 摆放的布娃娃会自行改变位置 墙上还经常渗出黑红色的液体 那个穿红衣服的老人 有时候坐在沙发上 有时候站在走廊上 歪着身子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搬家对结姬来说非常的困难 而最要命的是 家里空置的阁楼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会每天晚上发出奇怪的声音 声音忽大忽小 甚至像是有一个小孩在上面跑跳 结姬有一次让朋友帮忙 搭上梯子想要上去检查 两人刚打开阁楼的门锁 就看见有一只没有身体的人头 正在愿毒地朝着他们张望 头颅是一个满脸湿血的年轻人 除了那个坐在床上 穿着红衣服的老人以外 家里还有一只鬼 1989年8月 在被吓得精神崩溃的结姬的羊球侠 他的好友缩闪通过电视台找到了巴里塔夫博士 于是便有了最开始的一步 阁楼上的动静 很像是一只动物在跑动的声音 伴随着一股怪异的气味 由于入口狭窄 首先上楼检查的 是团队里负责摄影的杰夫 他在楼上走了很大一圈 发现里面一片空旷 完全没有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 杰夫是一个无神论者 曾经协助巴里揭穿了很多闹鬼的骗局 但在这间小小的阁楼里 他却始终有种心慌的感觉 直觉告诉他 附近有什么东西 杰夫对着阁楼拍了一只照片 一切正常 随后他又按照楼下伙伴的建议 将相机对准了自己的身后 准备换个角度再拍几张 就在这时 他猛然间感到手里一松 相机被什么东西给抽走了 看着一片漆黑的阁楼 杰夫被吓得赶紧逃回了楼下 为了找回相机 另一名助手康拉德 与他一起来到了楼上 借助强光灯的灯光 他们在阁楼边角的位置 找到了相机的机身 却发现上面的镜头被拆了下来 又找了好半天 才在另一边的角落 找到了掉落的镜头 两人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而就在他们准备下楼时 康拉德听到走在后面的杰夫 突然发出了一声大叫 然后就神色惊恐地说道 有人推了我一把 康拉德感到头皮发麻 他正准备询问 却发现手里充满电的摄像机 突然关机了 在强光灯的照耀下 整间阁楼一览呼吸 除了楼顶上一张无法点亮的灯泡以外 这里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天 调查组多次往返了捷机的屋子 他们在房间里用各种设备 里里外外地进行了检查 但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摄影机在其他的地方工作正常 但只要进入捷机的屋子 就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关机的现象 唯一的收获 就是通过检测墙里伸出的黑红色液体 他们发现了一种 非常类似男性血液的成分 其中点的含量很高 这就是最初的时候 调查组在进入房间时闻到的味道 但这些液体到底来自哪里 他们却没有进一步地发现了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 因为接到捷机的小处 巴里的团队又一次来到了对方的屋子 他们刚一进门 就听到了阁楼上的怪声 这一次是调查组的新成员拉里 与杰夫一起上楼检查 和前一次一样 他们一次检查了上面的各个角落 可还是完全没有什么发现 大约只过去了几分钟 拉里就听到楼下的人 再让他们快点下楼 他觉得有些奇怪 探出头去了解情况 楼下的几个人却面色焦急地告诉他 就在刚才 阁楼的门口出现了一种像是有人在谈响指的声音 由于担心楼上不安全 才让他们尽快离开 自己和杰夫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动作 谁会在他们搜索的时候谈响指 拉里感到浑身有些发毛 他正想要询问杰夫 却发现对方从刚才开始就没有任何的动性 拉里一边呼喊 一边将照相机的闪光灯对准了杰夫的位置 却一下子看见了一个让他寒毛倒树的场景 杰夫的表情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 正在原地痛苦地抽搐 他的脖颈上套着一根绳索 被死死地挂在了房梁上 有什么东西 想要吊死他 骚李 也被称作波尔戴热斯现象 吵闹鬼现象 神动现象 是一种之间还无法完全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发生这种事件的地方 大多都会伴有巨大的噪音 物体自行移动 甚至有当事人遭到未知力量攻击的情况 对于骚李 在科学上有多种解释 人为或者孩子的恶作剧 静电与电磁场 强大的脑电波影响 都是目前推测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巴里博士处理的案例中 有很多类似骚李的事件 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能够以恶作剧来进行解释 总有一个方面 能找到明显的破散 但在杰西家里遇到的事情 却与他们以往见到的鬼屋完全不同 家里的孩子只有三岁 结姬从头到尾跟他们在一起 在一个空旷的阁楼里 是怎么发出如此怪异的声音的 更可怕的是 这种未知的力量 竟然还想将调查人员吊死 被救下的杰西夫 警部留下了一圈深深的雷痕 他不是很能想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回忆起在阁楼检查时 好像是有人在跟他亲亲地说话 然后就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直到被伙伴们救下好 他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攻击 经历了如此恐怖的事情 1989年冬天 杰西再也不敢在圣培德罗居住 为了孩子 他与丈夫修复了破裂的感情 搬到了加州的坑县生活 怪事也逐渐地消失了 巴黎博士的团队后来再去过几次圣培德罗的房子 这里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 事件也就这样 暂时地告一段落 1990年的一天 巴黎接到了一个熟悉的电话 电话是杰西打来的 对方在另一头带着有些崩溃的语气说道 家里又闹鬼了 杰西告诉他们 在搬家过来的几个月里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可在有一天的傍晚 他与新认识的邻居 将一台电视搬进仓库时 突然在电视的屏幕里 看到了一个歪着身子的人 对方身穿一件红色的衣服 正是那只出现在圣培德罗的游灵 大多数的嗜好 闹鬼的事件都会发生在固定的区域 因为某些黑暗的过去 才导致灵体被束缚在那里 但在很少的一些暗地里 有些灵体却并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会被他跟上 从这一天起 杰西曾经遇到的怪事 就一件一件地全部回来了 墙壁里传出抓脑声 枕头下出现明晃晃的剪刀 睡到半夜时 发现窗子外正有个人看着自己 杰西被吓得逃到了一辆拖车上居住 然而那些可怕的鬼魂 就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样 迅速地又跟了上来 调查组在拖车里 依旧没有找到问题 濒临崩溃的杰西 只好找了一个灵媒 打算通过降临会 来了解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仪式仅仅开始了几分钟 通灵板就反馈出了一个 让人毛骨悚然的答案 杰西的身旁 一共盘踞了五只幽灵 因为灵媒的交流较为散乱 只有与其中一是鬼魂的对话 被调查组用笔记记录了下来 灵媒问 你死去多长时间呢 对方回答 六十年 你死在圣佩德罗的房子里吗 不是 你死在哪里 圣佩德罗海湾 你是淹死了吗 我被人害死了 你住在圣佩德罗的房子里吗 杀死我的凶手住在那里 根据死亡的时间和地点 巴里博士对档案管理 往年的死亡名单进行的调查 发现在1930年 确实有一个叫做赫尔曼的海员 死在了圣佩德罗湾里 在被发现时 他的尸体漂浮在码头的下方 头上还有一道巨石状的伤口 但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 最终被裁定为溺水身亡 另外 通过捷机的辨认 这个死去的海员 很像是阁楼里的透露 调查组随后又进一步检查了 圣佩德罗那间老房子的背景 这栋老屋在多年以前 就已经修建完成 修建房子的人 是一个叫做约翰达蒙的老人 但他是否是捷机意志以来 所看到的那个穿红衬衫的鬼魂 又是否与去世的海员有关 其他的幽灵是一些什么身份 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就再也没有答案了 直到今天 我们也可以在互联网上 搜索到关于圣佩德罗闹鬼事件的 完整纪录片 影片里有巴黎博士的整个调查过程 这起事件到了现在 也依旧具有很大的争议性 一方面 团队在调查的期间 虽然保存了大量的影像记录 但其中却没有一个 是鬼魂直接伤人的画面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 巴黎博士的团队 很可能是为了节目的效果 进行了有益的夸大 而另一方面 接触这起事件的人 并非都是超自然事件的爱好者 调查组以前做过的节目中 甚至还揭露过不少的骗局 从巴黎博士 摄露组的成员 到圣佩德罗和科恩县的邻居 有很多人都共同目睹了这些事件 要让所有人都紧密配合 共同去演绎一个闹鬼的故事 还没有后续的商业化操作 也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1990年的夏天 杰西搬回了洛杉矶居住 再多次的搬家后 惯事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 最后终于全部消失了 杰西在后来接受过好几次采访 他告诉记者 自己比以前更加害怕死亡 因为从这起事件开始 他完全相信了鬼魂的存在 但这些灵魂 似乎根本就没有去到天堂 而是因为某些怨念 痛苦地留在了人间 降临会过去了大约一个月 康拉德与杰夫的家里 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有完全没见过的菜道 突然插在厨房里 相框也会莫名其妙地改变位置 有一次 家里的保姆告诉康拉德 他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曾经看到了有一个人 在走廊上站着 康拉德赶紧询问对方的样子 保姆回答道 是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老人 傻子